《初學者的代表》 大家好,我是Janet 在我身邊有Edmond Edmond今天會為我們初學者的代表 我們今天準備一起練習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座姿 你可以選擇盆膝座 又或者像日本人一樣 跪在這裡 膝蓋擦大或分開都無所謂 如果你選擇盆膝座的話 而膝蓋不舒服 我們可以拿一個磚塊 坐在我們的座骨下面 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座姿 之後你可以雙手放在膝蓋上面 手掌向上或者向下也可以 而有些同學也可能會比較喜歡把雙手交叉 之後我們可以慢慢閉上眼 讓我們的身心靜下來 準備我們今天的瑜伽練習 放鬆自己的肚皮 放鬆我們的肩膀 放鬆我們的肩膀 面部 你可以把你的專注力 放在你的呼吸上面 留意到吸氣 留意到呼氣 留意到呼氣 是很自然和沒有壓力的 讓你的肩膀 當你準備好 你可以慢慢張開眼睛 我們首先去舒緩一下頸部的位置 我們可以把雙手放在膝蓋上面 慢慢敷氣的時候 慢慢敷氣的時候把頭靠低 向肚臍的方向 好像頭在你敷氣的時候 會越來越重 往地下那邊沉下去 當你下一個敷氣 我們可以把頭慢慢轉到肩膀 右邊的位置 好像右邊的耳朵會碰到肩膀 注意一下你的肩膀 會不會彎到右邊 希望你盡量保持腰直 當你下一個吸氣 我們慢慢把頭轉到後面 如果你發覺你的頸部不舒服 你就不需要太低 下一個呼氣 我們慢慢把頭轉到左邊 可能你會感覺到頸部有側又伸展的感覺 然後我們轉到中間 快一點點來多兩次 吸氣最右邊 後面 左 和前 來多一次吸氣 你可以選擇閉上眼睛 又或者閉大眼也可以 呼氣回到中間 我們反方向三次 吸氣 左 上 右 前 來吸氣 呼氣 最後一次吸氣 呼氣 當你的頭慢慢往前面 你可以慢慢往前面 吸氣的時候 我回頭 正正往前面 我們現在就開始伸展肩膀的位置 你可以雙手指 觸摸肩膀的位置 不需要太入 放肩膀的位置 就可以了 我們呼氣 把雙手 手肘可以向中間夾 有些同學可能分得很開 不要緊 盡量就可以了 吸氣 吸氣 手肘由中間位置向上 撥到最高 你可以甚至縮起肩膀 呼氣 打開手肘 然後慢慢向下 向回 我們來多兩次 吸氣 中間向上 可以縮起肩膀 呼氣 打開手肘 慢慢向下 吸氣上 呼氣 呼氣 下 之後我們反方向 吸氣 首先張開 向後 向上 向到最高 留意放鬆臉 呼氣 慢慢手肘 夾在中間 下 下來 最後兩次 吸氣 打開 呼氣 夾在 最後一次 吸氣 有些同學的手會動 希望你儘量保持 雙手平 放在肩膀上 呼氣 雙手放下 再做到一個 開肩膀的動作 如果你家裡有瑜伽繩 你就可以準備一條瑜伽繩 要不然你拿普通一條繩都可以 我們的長度 大約是 和你的肩膀 肩膀的兩倍 或者肩膀一點五倍 但求我們希望 吸氣拉到上去 呼氣下來的時候 我們的手肘 是能夠保持直 不會左右搖 你要感覺到 當你轉到後面的時候 或者當你上回來的時候 你是有在肩膀伸展的感覺 我們現在準備好了 看著前面 放鬆肩膀 吸氣 慢慢把雙手向上 向上 向後 可能你發覺有一點點卡住 放鬆臉 呼氣 把雙手向下 吸氣慢慢上回來 如果有卡住的感覺 可能你的繩太短了 可以拉長一點 呼氣向前 向下 再來三次 吸氣 呼氣 吸氣 吸氣 呼氣 呼氣 如果可以的話 最後兩次 你可以把繩縮短半寸 不用太多 吸氣拉高 留意手肘 盡量伸直 呼氣 吸氣 從後面上回來 呼氣 前面下 呼氣 最後一次 吸氣 呼氣 吸氣 再由後面上回來 呼氣 下 你可以把繩子放到旁邊 如果你肩膀需要鬆一下 你可以把它轉圈 現在去一側彎的動作 首先把左手指伸直到身體的外面 手掌也沒有問題 但手指會比較容易 吸氣 把右手升高向上 呼氣 慢慢把右手伸直到左邊的位置 有些同學 你會發覺你只能夠伸直左手 如果柔軟度比較高的同學 你可以把左手肘放到地上 留意右邊盆骨 你盡量貼著地上 吸氣 呼氣 就會變成一個側的前彎 我們把雙手放下 你胸口指向左膝頭 指向的地方就可以了 吸氣 慢慢把雙手走回中間 呼氣一個前彎 吸氣 把雙手拉回到腳那邊 呼氣 放鬆 準備右邊 吸氣 右手伸直向外面 呼氣 準備左手 吸氣 左手拉高向上 呼氣 慢慢做一次 去到右邊 你的頭可以向前面望 向下面 向邊面望都可以的 但求你的頸放鬆就可以了 呼氣 我們向右邊前彎 身體斜斜的向右邊 留意左邊的座骨 有沒有升起了 我們保持向 放回去落地 吸氣 把雙手走回身體中間的前方 呼氣一個前彎 吸氣 慢慢把雙手走回腳的位置 放鬆 呼氣 放鬆 我們現在可以慢慢用手 把雙手提起 伸直的腳 鬆一鬆 你的手可以放在背後面 或者你可以把大腿左右轉 也可以 之後我們就來下一組動作 貓牛式 我們慢慢跪在脊椎上面 你留意到手跟肩膀的闊度差不多 你的肩膀正正在手腕上面 膝蓋跟你的寬關節的寬度差不多 而你的腳趾可以踩在地上 或者只在後面 如果你發覺膝蓋不舒服的同學 你可以輕輕用脊 摺一半來墊著你的膝蓋 又或者有些同學喜歡玩 煎墊著膝蓋也可以 如果要留意 我們希望儘量用手指握著那隻 放多點重心去到手指的位置 到我們一會兒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手腕就不會那麼受壓力 我們呼氣的時候 腰椎是平的 咖啡頭可以慢慢向上望 你可以幻想肚子好像跌到地上 我們把尾巴拉高一點向上 而呼氣我們慢慢開始拱起背 留意上背都要向上拱上去 吸氣我們再一次向前看 打開胸口 輕輕肩膊頭向後拔 而呼氣我們彎腰看肚臍 把上背拱起好像一個冬菇一樣 吸氣向上望 這個叫做牛式 尾巴拉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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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兩次吸氣 不需要快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的脊骨是怎樣移動 呼氣 究竟由頭那邊開始移動 還是腰中間開始移動 吸氣 吸氣 慢慢回到中間 呼氣 慢慢回到中間 我們在柴桃式裡休息 你可以把膝蓋打開闊少許 如果油人度比較高的同學 我們可以把膝蓋摺起來 你可以把膝蓋摺起來 你可以把膝蓋摺起來 你可以把手撥到後面 舒緩在腰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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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鞋棟式裡 慢慢彎腰部 坐回起來 把腳帶到一邊 之後我們可以轉到前面 我們慢慢伸直一腳 做一個前彎的動作 如果你發覺 腰部不太能落到他的眼睛 是比膝蓋高的位置 請你慢慢把膝蓋摺起來 我們能夠讓腰部放鬆向地下 你可以把頭部左右搖一下 放鬆頭 我們現在可以雙手 捉住另一邊的手肘 放鬆肩膀 不可以的話 每一個吸氣 把你的屁股慢慢向上升 呼氣 我們把頭部放鬆向下 之後我們慢慢把手放回臉 在你吸氣的時候 我們彎腰上回來 你可以用手 把膝蓋上回來 雙腳跌起來 做一個伸展膝蓋的動作 我們首先屈膝蓋 把手放在大腿近膝蓋的位置 之後我們慢慢順時針去轉圈 如果你發覺膝蓋不太舒服的話 我們可以坐高一點 我們現在反方向轉圈 然後轉大圈 然後小一點的圈 我們可以回到中間 伸直對腳 站起來 我們現在可以打開 雙腳板大約闊 盤骨少許 腳趾可以輕輕向外朝 我們現在就會伸展 這個寬關節的動作 手可以首先插腰 可以吸氣 站直身 呼氣 慢慢把盤骨帶到左邊 然後推前 而去右 而呼氣 我們去到前面 我們吸氣 繼續 順時針地轉 你可能會轉轉 發覺有一個地方卡住了不舒服的 不要緊 你順著它就可以了 我們最後再去一次 隨著自己的呼吸轉 就可以了 到了你回來之後 我們就去反方向 你留意 那隻腳是跟寬關節差不多 我們來做一個側彎的動作 吸氣 雙手拉高 如果肩膀緊的同學 你可以微微手肘彎 吸氣 左手握著右手腕 呼氣 將腿推向右邊 慢慢手拉到左邊的位置 如果你發覺 繼續拉到左邊的時候 你的身體跌到地上 麻煩你吸氣 將胸口拉高 呼氣 雙手拉向左邊 屁股推向右邊 而且你保持兩隻手是直的 吸氣回到中間 轉手 呼氣 你的屁股推向左邊 手拉向右邊 所以你眼睛可以向前面看 或者蹲低向下 都沒有什麼所謂 還有一個呼吸 吸氣回到中間 呼氣雙手放鬆 我現在做一個後彎和前彎的動作 我們將雙手放在你的背部 近盤骨的位置 我們首先把胸口吸氣向上拉 呼氣我們把手肘向後 吸氣我們把胸口向上 吸氣我們把胸口向上 呼氣慢慢用手 把盤骨向前推 看向上面 吸氣看前 呼氣我們現在彎腰前彎 你也可以選擇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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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吸氣 心口拉高一半 呼氣雙手叉腰 吸氣上回來 呼氣雙手再一次放在盤骨 後面 吸氣 心口向上 呼氣 手肘夾 盤骨向前 麻煩留意一下 會不會腰撻了內涵 因為吸氣 心口向上 呼氣 手肘夾 吸氣向前 我現在直接前彎呼氣 手位放下 眼睛望向後面 吸氣整個人上來 雙手可以往上拉 呼氣 手放回盤骨後面 最後一次吸氣 心口向上 呼氣夾手肘 推臉屁股向前 留意吸氣 仍然心口向上 呼氣 現在向前彎 手放在地上 吸氣慢慢的 胸口拉高一半 呼氣 雙手叉腰 吸氣 慢慢站起來 你可以屈膝 呼氣 雙手放下 我們現在做坐耳式的動作 我們首先 將雙腳大約去到 寬關節的寬度 你的腳板可以平衡 而我們吸氣 慢慢將雙手大高度 大約到肩膀的位置 放鬆你的肩膀 頸是長的 慢慢將肩膀移到後面 我們將肩甲骨 輕輕夾住 呼氣 我們好像後面 有一張椅子一樣 向後坐 你留意到 如果膝蓋向前 前過你的腳眼 慢慢將膝蓋移到大約腳眼的上面 如果你向下看的話 你會看到你的腳趾 我們眼睛朝向前看 呼吸 如果你坐得低 你覺得腰筋不舒服 又或者膝蓋不舒服 你可以將動作移高一點 吸氣慢慢坐上來 呼氣 將雙手放下 我們再來雷多兩次 吸氣 將雙手拉高 再一次放鬆頸 呼氣 坐向後面 留意膝蓋 留意腳趾 我們現在加動作 吸氣 慢慢將雙手提高 你手指甲互扣 這個動作 我們希望將肩膀的位置打開多些 如果你發覺很辛苦 你可以將手肘屈多些 我們慢慢呼氣的時候 手臂拉向後面 你可以的話 向後坐低一點 大腿又輕輕向中間集中的感覺 最後 我們現在吸氣 慢慢拿起腳跟 你呼氣的時候 好像將腳跟向前移 變成你的腳跟可以拿到很高 大腿向中間夾 吸氣 慢慢站起來 儘量大腿向中間夾 而呼氣的時候 腳跟可以放低落地 雙手 亦都放回身旁 最後一組 我們扭轉的坐姿動作 好 吸氣我們慢慢坐下 雙手拉高過頭 亦都是 如果你發覺坐得太低 膝蓋不舒服 將身體調高一點 現在我們呼氣雙手合實 保持心口是闊的 肩膀放鬆 吸氣 放向前面 呼氣我們身體 轉去右邊 你輕輕用左手 掌卡住你大腿 左大腿的內側 而每一個呼氣右手 是向左手板壓力 將人轉去右邊 吸氣慢慢 雙手拉高過頭 保持你的坐意識 呼氣我們轉邊 轉去你的左邊 當你轉的時候 大腿也有輕輕微微 向中間集中 而我們的頸是比較被動 而頸不用特意轉去上面 反而你的頸是比較輕鬆的 好 吸氣回來中間 雙手拉高 呼氣站起來 手放低去旁邊 你可以鬆一鬆雙腳 之後我們可以轉去 你一隻和平衡的位置 我們將雙腳打開 如果你發覺 大腿內側很緊的同學 你可以微微屈緊 我們吸氣 將雙手打開 向左右兩邊 呼氣我們慢慢屈緊 前彎 手放到你腳板的中間位置 吸氣我們拉高 胸口一半 拉長腰 呼氣我們現在前彎 你可以將雙手走到後面 而手腕是剛剛在手肘下面 而每一個呼氣 將雙手向下向前推 推屁股向上 如果你發覺大腿好扯 屈膝更多 再來兩個呼吸 留意將重心拉到腳板前方 腳筋是輕的 但仍然在地下 最後一個呼吸 吸氣慢慢 慢慢的手向前一點 拉上來一半 呼氣你可以微微屈緊 手叉腰 吸氣我們站起來 我們再來一個變化式 吸氣雙手拉高 去身的旁邊 呼氣我們雙手扣著在後面 吸氣我們往上面 身後拉高 呼氣前彎 如果你發覺肩膀正在 你的手腕 就可以微微張開 否則有些同學 你可以將手腕貼著 吸氣 將尾嚕骨 拉高向上 頭放鬆 呼氣頭像 直接向地上拉下去 看看你可否收緊你的大腿 把膝蓋拉高一點 如果你的重心拉到後面 我們將重心移回前面 再來兩個呼吸 一個呼吸 一直都是用鼻吸鼻呼的動作 我們微微屈緊 如果有低血壓的同學 慢慢繼續呼吸上來 否則我們吸氣直接上來 呼吸氣我們手放鬆 慢慢將腳走到中間 如果你需要鬆一鬆 你現在可以鬆一鬆你左右腳 之後我們來一個平衡站姿的動作 你首先可以將雙腳合起來 我們將重心移到左腳的位置 雙手叉腰 慢慢將你的右腳提起 手指可以互扣在你的右小腿前方 我們右腳是輕輕勾起 變成你右大腿是有力的 而每一個呼吸 可以的話 將你的膝蓋拉到最近你胸口的位置 不可以的話 你就盡量捉住它就可以了 但你眼睛可以微微向前面的地上望 又或者望再前一點 正前方也可以的 那些同學如果你發覺你平衡都挺好的話 你現在的手可以放在你的右大腿後面 而每一個呼吸 我們屈起右腳眼 慢慢伸直到右腳 我們希望吸氣 盡量伸直左腳 站直的 腰都是直的 而呼氣是放鬆我們的肩膀 還有一個呼吸 呼氣是慢慢屈膝 放回右腳下來 好 左面了 吸氣用左腳拉高 請留意屈起左面上的腳趾 如果你發覺你下面的腳搖搖搖 你儘量將右腳趾枕位壓在地上 你的腳趾是放鬆的 如果需要調整到一個比較難度高的動作的同學 你現在可以準備了 呼氣伸直的左腳 留意肩膀是否縮起了 我希望你每一個吸氣 你胸口和頭頂都向上升 呼氣 你右腳是按地的 好 我們下一個呼氣 慢慢把左腳放回地 你又可以一次鬆一鬆